本期话题投降的技术含量战败投降是人类战争史上悉空见惯的一个选项 你在战场上欺了败仗 相比于战史 投降看上去是一个没有骨气跟尊严的选择 但是咱们老祖宗常说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这有一定道理 在战场上的胜利固然可贵 但有时候投降也是必要的 毕竟在弹之两局无力回天的时候 若是冒来向前 岂会损失更多军力 但是如果你认为投降只是简单的说句话或者表个态就完事了 那也并不是投降的 其实很有技术含量 并不是所有投降都能够保存最后的实力 投降的好坏倒气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呃 战国时候长平激战 赵军的投降 秦国反而被秦军坑杀 这就证明了 并不是所有人投降后都可以获得良好待遇 有的人投降后被杀了 有的人做了俘虏后被释放 有的人投降后呢 在提防效力 反而立下赫赫战功 也有的人呢 投降后经历了各种节目 所以说 投降啊 真的是一门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事 这个技术含量的高与低 直接影响投降之后的待遇 那么怎样投降才是有技术的投降呢 咱们今天呢 就给大五聊一聊这个事 首先呢 你得选对投降的对象非常重要 甚至关系到生死 在战场上呢 胜利需要有技巧 投降也需要讲究技巧 在投降的时候 你要考虑对方是什么人 是否会接受你们的投降 而不杀害俘虏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 正规军加战一方投降 对方是不会起杀心的 如果对方损失惨重 或许还会考虑 把俘虏边境积极对我当中 我举个例子啊 这国外例子 在这个公元1660年的时候呢 欧洲啊 有一次波兰对俄国的战役 波兰击败了俄国 当赢得了战争的波兰统帅啊 帕赛克竟准备接受 俄方投降的时候 不想接下来 却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识的事 俄国人没有向帕赛克投降 居然向帕赛克手下一名骑兵投降 你说不向将军投降 向下边士兵投降 这怎么回事呢 帕赛特当天呢 穿了一件灰色的衣服 而那名骑兵呢 穿了一件红色外套 战败的俄罗斯人呢 想当然认为啊 那穿红衣的骑兵身份是尊贵的 穿灰衣服的帕赛克 只是一名啊 普通的士兵 因此呢 俄国的骑兵呢 就近期跑去 向帕赛克手下的红衣骑兵投降了 那这事说起来 好像是一个搞下的误会 但是细想起来 为什么俄国骑兵 要直接寻找有身份的人投降呢 因为当时啊 波兰的军人呢 是出了名的残忍 他们一点宽容大度也没有 面对前来投降的人呢 往往直接就把他杀了 一般也不接受任何投降 但是如果被波兰军队里边呢 有珍贵身份的人俘虏 那丈夫呢 不但能性命无忧 还能受到很好的优待 好气好喝 因此 当帕赛克被误认为 是一名恶部队里的普通士兵的时候 在俄国骑兵来干 他就是个毫无价值的恶棍 肯定不会有人愿意向他投降 那么在古代欧洲 像俄国骑兵这样 找有身份投降 这是个传统 甚至在欧洲贵主心目当中呢 如果不像有身份的人投降 那是一种欺辱 而像有身份的人投降呢 那应该说面子还得以保准 那么在古代欧洲 对于选择投降对象这个事情啊 法国人是比较在行的 在欧洲的百年战争期间呢 有个卢嘎卢萨嘎潮之战 这卢萨嘎潮之战 刚开始法军呢 打败了英军 而且俘虏了大部分英国士兵 但是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呢 另一级英国军队前来征援 法军一看呢 对方人数好几倍啊 与积极 而且刚刚经历一场战役 法军损失惨重 也无法再抵挡了英军的进攻 所以这法军决定投降 你想不到他向谁投降 法军就把刚才啊 刚刚抓过来的英军服务 得解放了 然后呢 就递向这批英军投降 这做法听起来 大家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要像刚刚被积极俘虏的 战败士兵投降呢 因为法军认出来 前来征援英军的奇迹 这级英国军队 跟刚才俘虏的英军 不是一回事 这级英国军队 向来不优待俘虏 还经常杀俘虏 所以法军宁愿就地 解放积极俘虏 并让积极的俘虏投降 先迈给严谨 这不得不说 法军的做法非常明智 当然 战场上有找对投降对象的 也有找错投降对象 以比方说 公元1495年 俄复尔诺基战当中 意大利军队就是个反例 当时不少意大利的重骑兵 在跟法军交战的时候 被击落马下 按照当时意大利的战斗习俗呢 被击落下马的骑兵 就要坐在地上 等待被俘 结果没成想呢 来的并不是法军当中啊 为优待俘虏的骑士 是普通的法国步兵 他们对待俘虏的方式 就是斩尖杀绝 给你打仗 你跟我打 我按时你 于是呢 这些人直接掀开 意大利重骑兵的护面罩 用斧子 匕首把对方给弄死了 几百个意大利重骑兵 就这么犀利糊涂被干掉了 所以 在战场上呢 选择向谁投降 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做好这个决定 不仅可以保存实力 免于一时 甚至能获得优待 但如果稀里糊涂 选择一个错误人选 那么下场呢 也不比战时沙场好到哪去 这些选择向谁投降固然重要 但除此之外呢 投降者的身份也十分关键 如果你投降者 没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或者没有办法 若将我方的想法说清楚 很可能会遭到敌军的杀害 还何谈投降呢 因此 投降的身份越高 越容易得到对方认可 也越容易在投降后受到优待 你比方说这个明朝啊 当初的土木堡积变 蒙古的这个瓦剌打败了明军 当时皇帝朱祁镇 在四位清军的团团护卫下 想突围 但没法突破 管拉铁骑的这种宠卫 本老的军队呢 一致之中杀 把朱祁镇是为清军弄得七零八落 转眼之间 数百名清军将士都战死了 皇帝 朱祁镇一看突围无望 一定会被抓住 他索性啊 总马上下来了 直接整理好衣冠 盘西坐下 闭目养神 等着士兵把他服录 这时候 一位瓦拉士兵赶到了 冲上来 就要民营中 穿在身上的衣甲 朱祁山部里的 哎 就在原地那班队静坐 这王大兵刚要挥刀下杀手 被赶来的另一个士兵给弃止了 说这名士兵一看朱祁镇呢 一招与众不同 何解到生死关头 神态之弱 就说这人可不是一般人 他先别傻的 于是这两名士兵呢 压制朱祁镇的去拜见瓦拉布的领袖 就野仙的弟弟赛康王 赛康王先问朱祁镇什么身份 结果朱祁镇反问 你问我的身份 你是什么人 你是野仙呢 是伯彦天幕啊 还是赛开王啊 赛康王一听他这番法文 对几方的这几个高级掌权者 全知道大忌一惊 立刻就明白 眼前置人的身份了 一定非同反响 赛康王不敢怠慢 立马让亲军护卫着皇帝 证明中中 朱祁镇 有往这个瓦拉的首领 野仙呢 就他哥哥呢 野仙得到赛康王飞马周报 说我不想抓过一人 很不一般 有可能是大明天子 而野仙听了之后非常高兴 历届招来 曾出使到明朝的两位亲信来骗人 两人一见这皇帝 朱祁镇大气一轻 说此人竟是大明天子 野仙大喜 随后询问 随世中的文武大臣 说怎么办 他怎么处理正名音中 朱祁镇处理就皇帝 结果有没有武将脱口而出 说上天把仇敌寄给我 不如把他杀了 结果瓦拉部的贵族 就刚才明音中提到 那个薄言天木耳 额 把这将军一同出马说 两军交战 很多将士 重刀重剑身亡 你看大明皇帝毫发无伤 可见虽然上天震怒 把他推翻 让咱们抓住了 却没把他寄于实地 我们何必违反天意呢 大王如果好声对待大明天子 大王是不是也能赢得万世名声呢 哎 很多这部署 尤其文官都同意这种见解 于是呢 野仙命人把皇帝朱祁镇呢 押中到这个薄言天木耳军营 呃 瓦拉部队的将士呢 对俘虏民音中呢 呃 不断降低态度 而且向他行军整机里 献上各种美食 对他好声守护 你看这种投降策略 也是放置四海皆准的 呃 你比方说 在公元1356年 英国跟法国的这个呃 布瓦杰会战当中 英军呢 大败法军 当时法国的国王约翰而时 一看大事一去 面对蜂拥而英国士兵 很平和地说 先生们 不要伤害我们 我会让你们一夜报复 我有钱 听到这英军士兵 欢呼不已 都知道这法国 这这国王呢 能拿得出钱 大伙就放下手里武器 并没有为难约翰二师 还放过了 剩下的法国士兵 尤其可见呢 背负者的身份越高 就越容易受到优待 哎 你你你看那个 呃 天龙八部里头 萧锋把这大辽国皇帝抓住了 他因为是皇帝 所以你看后来得到一系列优待 也证明了身份越尊贵越好办 那么投降技巧除了上面说这两点以外 投降的时机也很重要 而历史上有很多战役 本来处于劣势的一方 只要再坚持一下 就能等来援军逆转 哎 这个时候 错误的判断 让他们放弃抵抗而投降 结果本该成为性力者 他们就成为俘虏 这一点中外都有很多利己 你比方公元六二年 罗马跟帕提亚的一期战役 经过漫长围攻击后呢 驻守在廊大亚的罗马军队啊 一看翻满五望 无奈只能向包围他们的帕提亚人投降 罗马还被迫坚定的屈辱条约 放弃了恶在当地的要塞 并答应撤离该地区 这一条约签订 使罗马直接善失在亚美尼亚地区的战略优势 可以说损失产重 可事实上呢 就在罗马人投降的时候呢 从叙利亚赶来的罗马援军 离廊大亚最多只有三天路程 如果罗马守军再坚持几天 围城的帕提亚人就会被两面加工 形势就会逆转 所以 投降的时机啊 你要选不好 往往就一失足成金骨痕 坠毁末计 要说选着投降时机呢 咱们老祖宗有很丰富经验 你比如在南宋初年 历州有一个地方军队的首领叫李逵 这个李逵跟水浒传里 那个黑炫风李逵那不是一个人 而 他并不是一个所谓行侠仗义的豪杰 喜夕当中的李逵呢 是个乱世当中投敌的将领 在史书记载的当时的金国的军队和宋国的军队啊 就南宋军队在密州附近大战 李逵的聚首密州和金人对视 当时金军主帅脱气简人的来到密州城下 对守城的李逵招降 这时候呢 宋军和金军虽然有过多次正面调风 但是一直未分胜负 李逵就对金人说 说又我投降很简单 我得看着我们这个宋军和你金国军队打仗 这金军火就相襟 宋军胜火就中送 结果宋军跟金军在密州城外决战 宋军打败金人 战胜了留守密州城将领李逵 没抵抗 如约地献出密州城 投降金国 保全 既敢跟布甲经历 那么 虽然说呢 这李逵不战而降的做法是未人诟病的 但不得不说呀 再选择这个 而投降的时期 这个是很绕妙的 历史上呢 像李逵这样的对选择投降时期很在行的将领很多 你比如说太平天国时期的著名将领韦军 他这个清军作战过程当中被文贵在武昌城里 两道被切断 导致城里谭政两绝 韦军最终选择向清军找些投降 他为什么能做出这个举动 他当时的判断 他是太平天国当中第一位向清政府投降的将领 清政府要拿他树立典型 让其他更多的太平天国将领放下土刀 因此呢 清政府给了他很好条件 投递后的伟郡呢 不仅成为清政府议员大将 最终呢 也是名利双收 安翔晚年 尤其可见呢 选对了独翔时期 不仅能够保住性命 甚至可能在投递后建功立业 获得很好的待遇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了呀 这个独翔需要掌握的几种技巧 投降真的是一项危险很高的技术活 虽然在怎么讲究投降技巧 他依然作为投降者来说 你是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 你证明了 还在对方手里赚着 中国古代讲究杀父不想就杀害俘虏啊 不是建恶 吉祥的事 但是从历史记者来看呢 杀害俘虏的事从来都不是个例 你比方说巨鹿基战的秦军 弯度基战元少军队 这都是前者一见 当然你就算掌握了投降技巧 最终保住性命 但很多人下场也并不乐观 成为炮灰是最常见的下场 更何况呢 投降系件有准明节的事 很多人是宁可战士 杀长也不投降 虽然并不能说投降就一定可耻 好的投降也是为自己那一方 争取更好的利益 但是既然在战场上呢 努力争胜应该是呢 更为进去的目标 所以投降不管怎么说 也不是见光彩师